大家好 我是香蕉 今天要帶大家認識的民俗文化 是在台灣廟會活動中 最常見的護法神團體 官將手 說到官將手這個團體 主要有兩個角色 一個是站在隊伍中間 手拿三叉戟 臉上畫綠色臉譜的人 稱為筍將軍 傳說他發現心地邪惡之人 就會折損邪惡之人的壽命 另外站在團體兩側 手拿令牌和枷鎖 臉上畫紅色臉譜的人 稱為曾將軍 而他們就是發現心地善良的人 就會增加善良之人的壽命 所以這兩位將軍 具有觀察人民善與惡的能力 人們都將官將手比喻為 地獄的刑警隊長 說到官將手的起源 大約是在新元1949年 在台灣北部的新莊地藏庵開始出現 根據當地人的說法 曾 筍 兩位將軍 原本是危害人間的妖魔 後來被地藏王菩薩降伏之後 成為他的護法神 擔任地獄兵將的領導者 所以稱為官將手 而官將手在廟會活動的時候 會在腰間系上一串祭光餅 華人們相信這些祭光餅具有 驅除邪惡和身體健康的功能 所以常常能夠看到官將手 將祭光餅送給信徒的溫馨畫面 而這也是華人宗教活動裡面 展現人情味的最好印製 最好印象會 再次 請 請 請 感谢观看